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那么有礼貌小红啊 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视频,稍微有点紧张,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然后这是上一期送出来的大会员 然后如果这期反响好的话,我可能会再出一些 然后这期会从评论和弹幕里揪一个关注我的人来送一期阅读大会员 好了,那咱们正式开始啊 今天呢,来聊聊创四 这是我十几二年以来啊,第一次真情实感的花钱追选秀 就不来个视频记录我就觉得亏了 主要是最近发生一件事让我特别不爽 我就想着必须得说点什么 不仅仅是如果不说的话容易憋死我 主要是希望传达一些我认为正确的价值观 上次我完整的,然后真情实感的看完选秀 还是看了李宇春的那些超女,还没花钱 这回我是被周深吸引着去看了cut 然后呢,丽老师一下火了,我又去看正片了 最后呢,我是被张兴特圈粉了,还花钱了 这是一个大前提啊 所以我要骂谁,有些人心里应该已经有点避数了 如果你看不顺眼,你现在就退出去 因为这期言辞会比较激烈 可能会冒犯到你家爹爹 为了我们彼此的身心健康,你自己直接滚蛋就行 别妄图在弹幕评论里教育我 我三十几岁了,我有自己已经确立并且成熟的价值观了 谁也撼动不了,所以你也别费劲了 如果想继续看着呢,可以把保护打在公屏上 感谢啊,咱先说一下导师 周深是真的很有综艺感 并且真的很尊重这个节目 业务能力也没得说 很多时候其实都是他在Q流程 然后在控场 给学员做vocal的指导的时候 真的是尽心尽力 陪着录音 他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你都看选手一个个的 脱胎换骨一般的进步啊 再来呢 他还贡献了这个小白周梗 那共鸣枪一打开,哇,我能吹一年 所以你别说他没做男团 他没有资格做男团导师 他不仅有资格 而且比某些男团出身的有资格多了 我说的就是你 老赖之子周深男 吃着人选蛮闹长大的丑八怪 我就信向了 他怎么还能出来 怎么还能有粉丝 我之前对他真的完完全全不了解 我就知道 他连个什么叫包游都不知道 有这么一个梗 就先不说这种营销 就你妈离谱 人家都说就喜欢那种又帅又笨的 那是因为人家帅你呢 就如果是别人有这种营销 说实话我都记不住 为什么就记住他了 就是因为他丑的标新利益啊 对蕾斯林那么多人 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就记住他了 因为就他最难看呀 而且我个人特别受不了去说话 故你压低嗓音的感觉 就好像下一毛叫 吐了似的 吐字含糊不清 我就想不明白他的粉丝喜欢他什么 是喜欢他嘴里含的那块热铁子 还是他爸盖的那些烂房子 掉下来的枪皮呀 如果让我接受你没问题 你先让你爸把钱还上再说 不然你别在任何节目里头露脸 行了 邓超宁静其实也没大毛病 他们有资历 对吧 然后呢 贡献了这个 想阴阳怪气的点评啊 世界参思啊 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梗 然后像比如五海这种业务能力比较强的 但是被埋没的中国弟弟 其实也都是宁静Q到的 就很有心 然后安倍 哇 我想叫老公 真太帅了 业务能力超强 比某个老赖之子 真的强太多了 然后内内是真的很美 唱歌也太好听了吧 我没追过他那剑 但是真的 哇 我太喜欢他了 就下雨了 那组 到最后他那歌一出来 整首歌都被升华了 仿佛看见圣光了 就虽然不是导师啊 因为他出力 出道的那个资历不够 但是他就是节目里的亮点呀 所以这就不得不拉踩一下 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故意针对 所以我这儿就不点名批评了啊 就某些导师 他坐在导师的位子上 他人没什么实力 然后他自己也没什么资历 他凭什么当导师啊 这整个团唱跳的主题曲 还没有周深自己一个人做的出色呢 然后对选手也没什么帮助 他那些点评也说不出什么门道 你说是吧周震南 哎 没想到吧 说这么多 我终于说整题了啊 最近发现没有 B站出现了很多很多 为中国弟弟抱不平的视频 播放量高不爽啊 评论里正是百花齐放 百嫁争鸣 为什么 因为鲁迅说过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我们被压抑太久了 终于就触底反弹了 很多人就抨击啊 说最开始讹着恶解 冤枉了李家祥和少明明 他们其实都是好孩子 就是被恶解了而已 这段因为我也不认识他俩 我也不知道真假 所以我呢不做评判 但我想说啊 剪辑其实就是要突出矛盾 才有看点包括一开始 那个那鱼完蛋了 然后第二期又打脸 这种都是综艺很正常的操作了 我觉得这这点而言 虽然对李家祥和李家祥 粉丝来说不太公平 但是这也没办法 只能说他太倒霉了 赶上那种剧本了 然后很多人就开始说了 说你看周可宇之前是第一 也是被节目组击添了 就是为了转移目标 就是拉他出来 哎妈的周可宇好无辜啊 我去你妈的 你们是不是忘了周可宇被人讨厌 不是说他不够高不够帅 实力不够强 或者镜头不够多 而是他敢公然在镜头下 在宿舍里 当着那么多人 他就抽烟呀 你们不要模糊重点好不好 他几天不几天 我完全不在乎 我只关心他如果成团了 那我喜欢那些弟弟 就得饱受两年二手烟的突毒啊 我一直保持观点就是 烟黄如果作为男团出道 其实是可以的 他条件足够 要个有个 要样有样 实力虽然不太出众啊 但也没有明显拉胯的短板 性格什么的 可能也还不错 然后还有很多大势的那种CP线 虽然他不配做C 但是就算出道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他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公然在镜头底下抽烟呀 你别跟我说抽烟的人多了去了 怎么就说他 你爸也抽烟 他是你爸吗 你爸上电视了吗 你爸在镜头底下抽烟了吗 更别跟我说 别人也抽 可能比他抽还凶 那别人抽至少 透透默默的抽 人rapper也不也 那地下underground的rapper 人家都知道 拍节目呢 抽烟也得偷着抽 我挡着抽 不能让看电视的孩子 学到不好的东西 对吧 你不知道追选秀 有多少未成年吗 你再传递什么价值观给这些孩子呢 哦 我在宿舍里头 堂而皇之的 当着镜头的面 我就可以抽烟 我就能出道做C位 是吗 再说圣案解皇族啊 奥斯卡一开始 我真太讨厌他了 就是装 就是丑 就是没有自知之明 对他就一个评价 就只要他不出道 熊熊就是好熊熊 张家元同理 其实我还挺喜欢张家元的 因为他还挺逗的 但他实力真的配不上现在的排名 接着说回卡皇啊 上上期排名第五 被骂惨了 上期马上掉了十期 虐一波粉 卖卖惨 哎 今儿又回着出道位了 你说是 别人不配吗 还是 别人的实力不如他呢 还是别人长得比他难看呢 我希望熊熊 自信的时候 可以想清楚自己擅长的是什么 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自信 是OK的 没问题的 但不要盲目自信 不要真觉得 知道什么是死根 哎 就是黑怕大佬了 好吗 任音棚好多人 包括我一开始 我也觉得是黄 你哇唧唧唧的 就不说了 他实力挺一般的 是吧 他在那个团里唱歌的时候 我就感觉 我一开始好好听 好好听 水平好高 水平好高 到他点 so 一下降低了 等他唱完 哦 好好听 好好听 水平好高 水平好高 大家后来了解多了 我就知道 首先人公司有钱 人设的花钱捧 其次人家来的时候 自带流量 自带粉丝 那人期必然会比之前 一些茶无辞人的选手 要高一些 是吧 第三呢 人孩子也挺努力的 一直也在进步 每一期都能感觉到 比之前一期好 最后 这个 人家真是满门中烈 人均机子好几百 真的不得不说 挺牛皮的 这个视频挺长的 我势必不会每一个弟弟都提到 也不会每个都提到的 我都长篇大乱好几百字 就我视频都这样 那你就更别提这个节目了 对吧 小孩你写作文的时候 老师教过你主次分明吗 启程转合 知道吗 制造矛盾冲突突出人物性格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 节目组的恶解 虽然对选手不公平 但是也情有可原 一开始那鱼完蛋了 然后第二期马上 哎呀那鱼还是有希望的 这没毛病 但鹅错就错在什么呀 越来越离谱 它该突出的不突出 不该突出 一个劲使劲往往里突 这才造就了 大家不服众的 这种情况发生 你如果想写个作文 你说我今天扶老太太过马路了 你不能写几百个字 你早上早点吃什么 然后中间插一句 哦我扶老太太过马路了 然后继续说 早点真好吃 我真开心 对吧 所以说主次分明 你得分的清楚 什么是主 什么是次啊 就博远 有三代路人看到了 发了视频 一下群青净 一下排名到第五了 是他实力不配第五吗 他配 但是他没有那么多镜头啊 就是他不被捧啊 所以大家就是看不到他呀 就他一公那造型 那实力 不是撑腰王 你说离谱吗 然后幸好博远被大家看到了 被三代路人做了视频 可是还有那么多弟弟 他没被看到 没被做成视频 没被那些大UP主发现 甚至于已经被淘汰了 你说李沛阳 帅不帅啊 就问你 他比不比燕黄帅 你知道他参加创四了吗 反正我不知道 我淘汰他的时候 我才知道他 可能是我看了四遍 我看了不仔细吧 真的是查无此人 我真的要气死了 因为我要说张兴特了 我说博远张兴特呀 其实算B站创四顶流 你们应该没意见吧 就很多选手啊 比如奥斯卡 就是那种 喜欢他的可能会很喜欢 他不喜欢他的 怎么也不会喜欢他 对吧 但张兴特 我感觉就是那种 即便你不是很喜欢他 你也绝对不会讨厌他 那种小孩出舞台一见 没OK 没问题 这是为了突出后边 那个永不失联的爱的battle 对吧 没关系 但是你现在看看 如果没有孩子 自己努力争取那次battle 我估计也就一轮油了吧 别人一期cut50多分钟 我们所有期全架起来 5分多钟 还有那选手后踩的那个reaction 你要不就只放韩美卷呢 只有他说实话 然后我们还都爱听 要不然你就平均分配一些 这个选手请123来点评 那个选手请456来点评 对吧 每个人甭管是唱完了 还是跳完了 都得烟黄和卡黄点评一下 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来参加选秀的 还是他们就是评委 他们配嘛 别人家cut啊 长篇大论 我们这cut得用剑筹指着 红圈圈着才能看到 就你骂离谱就 是张星特唱的不好吗 最让我不理解的啊 就是他给吴海写了一封信 说让大家知道中国还有人呢 这块没毛病啊 怎么就被骂成这样呢 然后吴海就把他信给PO出来了 怎么了 也被骂 骂什么呢 你骂人的点在哪呢 然后人家薛八一唱了一首红歌 就说他不尊重日本学员 好家伙 我不知道了 我还以为他当着日本学员唱 搭搭像鬼子们低头上 看去 我以为他唱着这个呢 你不是中国人吗 啊 你是不是中国人 你有本事 你就学人烟黄 学人卡黄 把国籍改了 你就不算中国人了 你没本事 你就别拿这个键盘在屏幕后边端着了 你也不看看自己那个怂样 你以为 你为你哥哥用键盘战斗 是活脱脱英雄啊 呸 你就是个脑残 汉奸 走狗 你卖国贼 基本的人性都没了 你还追什么选秀啊 你先回娘胎 你把脑子培育到有脑人了 再爬出来 去把九年义无教育 给旅行完了 你再来看综艺吧 骂的就是你们 就是那些极端的爱回粉 我不骂所有的爱回粉 因为哪个群体都理智人 我不骂外国弟弟 因为我对他们不了解 仅仅从节目里看啊 我觉得他们好像 还都挺喜欢中国的 如果日后被我知道 他们一边挣着中国钱 一边骂着中国人 我连他们一块骂 不过这话 我现在只保留意见啊 没准过一天 我就该骂他们了 别的不说啊 两个泰国弟弟 那中文发音 标准的样 你就知道 有的人估计真的 就是撞孙子 我最后这段 真的仅仅针对 极端的爱回粉 你们看看你们的喜欢 有多么廉价 多么卑微啊 虽然雷斯之前 有一些风波啊 但我觉得他说一句话 特别对 人原话 我急太轻了 大家意思就是说 你首先得是个中国人 然后才喜欢什么什么东西 对吧 这句话放哪都能用 你首先得是个中国人 没有这个祖国 给你喂饱了 穿暖了 让你还能看电视 你看选秀 你看个屁吧 你 行 骂爽了 虽然说的还不够啊 但我自己爽了 最后还想跟大家安理一下 张庆特 真的 最后几天了 感觉也没什么希望了 当然又不想放弃希望 这就是我现在这个鬼样子 你们知道吗 这孩子一开始就是 总是呲牙咧嘴的笑 特别有自信 眼里有光 然后到最后慢慢的 眼里的光也没了 笑容也少了 自信也没了 他还那么小呢 我真的不愿意让他承受这些 就干干净净的来 出了以后 发现哇 满世界都是他的黄苗 哇 我觉得 尤其现在吧 每天只能撑腰一个人 他可能大概率啊 没有办法成功的出道 但是我还是想拼一拼 我就想让他知道 是鹅不作人 不是他有问题 他真的很棒 他真的很令我们感到骄傲 行了 那今天视频就到点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转发出去给观众人看 好吗 谢谢 拜拜 爱你们哟